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到最後一刻才交出片來的 非常非常的榮幸我們可以成為 金馬國際影展的開幕片 金馬國際影展長期都是我電影的養分 我在這裡面看了所有伯格曼的電影 我也把我青春少女的處女之權放在第七封印裡 我也看了高達的長鏡頭之後 覺得回家我還在那個天橋上 我也看了費里尼的大陸 覺得我像其的那個女主角 誓言自己一定要嫁給導演 種種我的青春夢想 我的最深夢死 都在金馬國際影展 我和其榮幸的第一次拍的電影《極光之愛》 可以成為開幕片 太多太多貴人們的幫忙 太多太多觀眾朋友的支持 太多太多長妹 先進們 給我們的愛護 極光之愛就 待會要展現在所有人的面前 請給我們支持 給我們鼓勵 有任何的意見 請偷偷的只告訴我 不要告訴我們這麼辛苦 表現得這麼結束的所有的演員們 掌聲鼓勵 因為演員們掉的淚啊 好啟功聲了耶 好心痛被演繹的是幾個之外 而且待會大家可以看到 它真的是 一個很令人感動的電影 同時我們很希望藉由這部電影 可以帶來台灣更多愛與正面的能量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得到的 是 期待謝謝月姐 來 早上